欢迎回来 12月20日晚间 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发布消息称 中共610办公室主任 兼公安部副部长的李东升 正在接受调查 这是自今年9月初就有消息传出 李东升被调查之后 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承认 李东升是中共十八大后 继蒋洁敏之后落马的第二名中央委员 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在12月20日19点40分 发布了李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调查的消息 610投资公安部排名第二的副部长李东升 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 李东升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12月9日出席公安部直属机关 局处级领导干部集中轮讯颁报告会 他在9月初传出已经被调查 但这是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承认 周永康 这是对对周永康去的 因为李东升的整个政治生涯 李东升被调查的消息迅速由中纪委给予了证实 但对于早在他之前就传出被双规软禁拘捕的周永康 当局仍然保持兼默 李东升担任央视副台长时 操控中共央视在全国范围污蔑法轮功 之后得到周永康提拔 由宣传部副部长姚申一变成为公安部副部长 新唐人记者方菲上宴采访报道 由于证实地装善